我的名字是马楚成 听过吗 马楚成是导演 上海花导演 很多年了 马楚成 艾芬妈 我旁边老板呢 凯吉亚马上 从日本过来的 So MySQL 你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出来的 知道吗 Oracle甲骨文 所以我们是甲骨文Oracle的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MySQL其实部署的时候 会有很多大公司都是在用 不是以前 MySQL只在一些游戏 小应用 还是做完就算了 以前是这样 但是今天很多的应用 都部署在一些Mission Critical System 在Banking上面 在一些 在银行的应用 在一些我们的物流 Logistics 还是一些Transportation 交通上面 还是我们 一些VTEL 买淘宝啊 还是怎么样 一些平台 云上面 很多时候 部署的都是 都是一些MySQL的应用 为什么MySQL 现在是通用呢 有没有一个什么原因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Yeah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n fact OK 如果一个所说的 Open Source 后面没有基金 没有investment 没钱 后面会怎样 跑掉了 是吗 没人支持他之后怎么办 所以你看到Open Source Shelwee 就跑掉 那这个Open Source 没办法可以延续 是吗 但是MySQL 你知道今天是几岁 MySQL在出来之后 到今天 2019年几岁 至少15岁 再来 25 差一点点 24 从1995年 95 95 1995 Yeah to now today 2019 已经24年了 今天的版本 知道吗 是什么版本 8.0 8.0 8.0 18 很奇怪的 MySQL的 Version 编号呢 很多时候 人家说 编号是 一个大号 一个号码 1.1 1.2 1.3 两个号码 就差不多了 我们的号码好像是三个号码 我们的一个digits three digits right 所以你看到 我们其实一个大版本是两个号码 大版本是两个号码 8.0 5.5 5.5 5.6 5.7 OK they are all major release 在以前 为什么会有 5.5 5.6 5.7 用这个号码 其中一个原因 一样的原因 一样的原因 为何这些号码 是5.0 5.0 我们在市场 MySQL 在市场 中央码 我们得到 证明的证明 我们得到 证明的证明 from the government so we don't change the first digit we just use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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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ctually a process 整个流程是很麻烦的 是吧 所以我们不变 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不变这个号码 对你感觉小变 你就用了 继续用5.5 5.7 5.6 都是一样了算了算了是吗 但是一跳8.0 哇 心里头会怎样 感觉不好啊 要我生子做这个upgrade的时候 奇怪了 会有事吗 会不会太大 变动太大步骤了 是吧 所以呢 其实今天 MySQL 8.0 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 2018年4月份出来的 所以到今天其实都差不多一年 超过一年半了 so one and a half years 我们其实8.0出来已经很稳定 现在我们这个workshop 我们有两个题目 the first one 是我们HA上面一个比较很 你们有没有听过InnoDB Cluster 听过 有用过吗 大陆里面很多时候人家都会说MGR 听过吗 MGR 他也没听过MGR MySQL Group Replication 以前在之前很多时候所说的HA High Availability It is talking about the way how we do redundancy 是吗 我们不可以停机 当机呢 很麻烦 当机很麻烦 我们的一些系统 关机系统 你可以停吗 不可以停的 我们就是做备份的时候也不应该停 我们的一些事情有可能 什么时候都有一个机会 他会自己停 还是我们要他停 是吗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磁盘坏了 一定会有这个时间的 是吗 还有电 这一栋楼没办法了 真的停了 电是没了 那怎么办 一定要停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些HA redundancy Redundancy就是说多于一台 多于一台 我们的数据 在一边可以传储 在另外一边也应该要传储 不单单是提供服务的一些Stalus 还要是数据是persistent持久的 在磁盘下面 因为我在这边的一些数据 应该也发送到另外一边 所以在这个多台的一些应用 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们是可以延续 不要停机 不要停机以前是一些replication的方法 现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方向 会看的就是InnoDB集成 InnoDB cluster是什么呢 是一个自动化 很简单 很方便去用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 如果你听过 今天是比较好 因为我想就是部署的方法 现在在国内也是很普遍 人家都会用的很多 当然最多是什么 是老的方法 以前的方法 因为已经跑了很多年 很多人都会知道怎么样做 MySQL的HA 所以用以前的方法一定有很多 最好 最方便 是什么呢 就是InnoDB集成 InnoDB cluster 那好 先第一个题目 我会先讲这个InnoDB cluster 第二个呢 我们会谈到很多时候 在MySQL是数据库后面 我们做IT上面的应用 不管我们怎么样 数据一定是最重要 另外一边就是数据在 就是我们要处理 处理数据 然后呢 就在Present 表达出来用图啊 用什么方法去表达 收来的一些东西呢 信息放在数据库里面 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处理 然后表达出来 是吧 所以后台如果我们传储之后 没办法做的处理方便 你的处理在中间的一些 我们编译的Java也好 PHP也好 Python也好 都要很麻烦 是吗 我们会提供在数据库里面 有很多方法去做 有的一些是NoSQL啊 Document啊 Json啊 也会有现在很方便的一些GIS 地理信息 有没有开发一些手机的应用 然后呢 你要知道它现在在哪 所以呢 你现在在南山 你现在在哪的时候呢 附近有什么来的 附近你朋友有没有啊 是吧 那这个用什么方法 用自己编译呢 你要也是数据 这个数据在后面 你会发送你的数据在后面 我在什么地点 GPS有一个位置 你可以传储 所有的一些数据都在 数据库里面里头的时候 我只要拿到我现在 然后用这个在数据库里面查一下 我的一个点 我的画一个圈 我这个圈呢是 2公里2km 比如说2公里的一个圈 这个圈里头 随便在我的一个圈里头的 抓出来 是不是很快 很简单 一个select statement 就查出来 查出来也要快 速度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 spatial index 可以花一个圈 圈 然后在数据库里面有很多 有的是一个点 有的一个是一条线 因为不是一些人 也会有一些是路 一些巴 比如说巴斯的一些路径 那是一条线 不是一个极限 是一个很多polygon 还是怎么样 也会有一些区 所以里头GIS 我们马来西哥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说的功能下面 可以提供分析还有处理 但是也要后台的一些 最重点就是安全 还有就是部署的时候方便 高可用 所以今天第一个题目 我会谈到的是高可用 InnoDB基础 那看到了8.0 刚才提到的是 从4月份去年到今天 持续一年半 那在Oracle底下 我们甲骨文在2年 2010年到今天 已经差不多9年10年了 那这里头呢 我们差不多两年多 就发布一个新版本 所以看到Oracle 所给它的生命力是很大 也现在很强 你会听到很多人会问 以前老应用是一个集中式的 不是分布的 不是闪闪的 现在很多的应用都分布着 在不同的数据中心 也未有很多台 数据不是单一 其实现在是分散的 所以今天MySQL 其实是一个清量级 但是虽然清量 清量代表什么方便 马上可以使用 马上可以使用 所以做一些部署 Multi-tenant 最好的手做隔离的一个方法 就是独立 独立出来 不然就是一个Multi-tenant 还是一个 然后要切开的时候很麻烦 MySQL切开 Docker也好 就是整个放在里头就可以跑 是吗 对 很直接的 好 什么是MySQL InnoDB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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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我们看出来一个录像 就是往后你会看到 听到很多时候 一些高可用的 都是用MySQL InnoDB集权 它会有什么呢 它主要的一些组件是 它后台 不是单台 是多台 它会说最小应该有三台 为什么要三台 原因是 如果只有两台 单台一定不是 单台 Just one single server cannot be redundant So it must be quicker than one But why not two 如果是两台 中间我切了 网络断 你生的还是我死的 两台都是在的 只是网络断了 很多时候我跟另外一台的中间 会有一个Network Interface 好像我们说 Interconnect Cluster Network 我们的数据交换 是根据网络的另外一个端口来发送 我们只是 我们跟你打通的一个通道 Disconnect 后面的应用还看到我的 因为我用的 我的Network Interface 是另外一个 来跟你做对口 所以你还会看到我 你也会看到他 我在还是你在 两台中间 我在啊 你也在 那就麻烦了 我给你数据 还是我收数据 我写你也写 就乱了 不可能 我们写数据的时候 写我这边 也写你这边 是吧 你这边呢 如果还写 一半一半 天一半 地一半 你怎么样去拿回来所有数据 这个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要三台 如果三台之后 一个中间 有Network的一个问题呢 我在三台里头 一台的是小数 两台是多数 那一台知道 我 不在喔 那我跑掉 我自己跑掉 人家真的联系 跟我去问数据呢 我不给你啊 因为我的数据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外面有两台的你 他就会做自动切换 自动切换 所以自动画那边 路由就是跟应用呢 他连到这个 所说路由呢 router 就会知道 我是一台 所以呢 我不给你 路由会自动切换 跟另外两台会抓他们 他会派一个 他自动呢 就是他会抓数据从另外一边 你们两台就会成为一个主要 主要的一个 一个集权 就提供服务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要三台 就是这样 如果中间你说 哎呀 这边要断了 他要断 那就是 全部出来就是这个网络 你又看不到 所有人都看不到 这个网络是什么 真的当掉了 整套这个系统当掉 这个不是一个单点故障 不是单点故障 单点故障的时候应该没事 但是多点的故障 你要真的要看这个事情 应该在网络里面 你应该部署的还好 也会看其他的一个方法 来保护我们的一个网络 对吗 好 那看出来呢 这个所说的一个innoDB集权 我们先看 就是首先呢 以前一直以来呢 我们的replication都会有一些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一步复制 a synchronous replication 就是呢 我们就是传统的方法是做一个复制 replication呢 两台的时候 我写数据进来的时候呢 我会把我的数据发送到另外一边 但是我们好像posting a mail一样 就有人会过来抓数据 但是呢 我发送一个email的时候呢 就是发到一个后面的一个outbox 那人家就会从outbox去抓 但是呢 我自己呢 我放到这个outbox我就算了 我就做完了 所以呢 这个速度来讲 performance is the best 我只关我自己的一个train里头 我local this local machines OK just finish when we commit the data it only happens to local machines and not anywhere outside the box right so when we commit the data in the box there is a chance the data hasn't left and if the data hasn't left the box 这个数据会掉 你的一个机器当掉 最后的数据会在哪 还在机器上 都没有离开 另外一台还没有抓到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 这个方法呢 对性能很好 但是呢 有机会是有吊失的 对吗 所以呢 这个部署的一些方法呢 一般在哪里会 在以前没有其他方法 只有一种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都会用在哪呢 就是一地的一个方法 因为延时时间 如果从这个北京到深圳 你还要把线拉到拖到这个北京 你写数据写到这个深圳的时候 还要拖住呢 写到北京还回来呢 时间太长 应用的很慢 是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数据呢 应该在本地的写好了之后 一步复制到异地的一个方法 这个还是要用的 另外一边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如果我们说有这个数据吊失呢 那怎么样处理呢 很多时候在过去呢 我们会写数据呢 写到一个本机的时候 还会写过去我们说异地 另外一边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在我们的一个方法 outbox就是bin lock bin lock 写到bin lock的时候 也同时间写过去 放在他桌面上 桌面上 我不管是什么 我只放到这个桌面上 然后就离开 放到桌面上很快 我不管你做什么 我放我就走了 所以数据是已经离开 已经在另外一边 我就离开 所以数据是 没有吊失 另外一台 还看到桌面上 有什么东西呢 他会把这个数据呢 写回去 所以没有数据吊失了 所以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但是很多时候做切换呢 就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主虫 Mask and Slate 有可能是一对一 有可能是一对多的 这个也是我们说scalability scalability就是 我们有很多应用呢 都会是读是比较多的 大部分我们的应用都是读多的 大部分 但是也会有很多应用都是说 我只会写 好像一些采集数据 IoT IoT的一般的应用都是写多的 因为它采集回来就写写写写 对吧 在后台的时候处理的时候多读的 这个我们之后再看 但是在大部分的多读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其实读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台去读 一台不够 两台三台四台五台 他们都会有本机的一些数据 They can read their own data on their own box So we add one more member The one member is one extra rule and then it provides extra scalability If that time it does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emand We add one two three four 所以呢 这个所说的一些扩展呢 是很方便很简单 就是我们说一对多 一对多呢 有时候也是一对多层的一些方法 组重重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组重重的一些 一些部署的方法呢 原因是有可能是远端的一些方法呢 我这边写 那边呢 可以说我要发送一个包到新加坡 我在深圳发送新加坡 新加坡有两边啊 不是单一个啊 有几台啊 你们是新加坡 我在深圳 我要发送一二三 那这样子会比较慢 因为拖延时间一二三对吗 但是如果我是做一个方法 我发送一次给你 你在本地帮帮帮帮 会快一点嘛 所以这个是多层的一些方法 对吗 也会做得到 这个所说的一个多重的一个方法 也会看到 这边的一些 如果我的一个一台呢 一对多的时候 我当机你们怎样 我当机啊 人家写数的时候呢 写到我的一个地方 我当机 你们的没什么数呢 没数的时候 我说的切换了 应用不要写在我呢 写到另外一台也要发送 谁来管 很多时候用这个VIP Keep Our Life D 对吗 Keep Our Life D 有没有用 Keep Our Life D 就是VIP切换了 还有这个提供一些服务 所以呢 对这样的一些方法 VIP呢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是手工 是自己做 很多时候自己做不好 所以我们呢 就是重新编译一个所说的InnoDB集团 这个呢 就是提供它会自动的一个处理 我知道三台有一台的一些当机 你不用管 我会自动切换 数据会从自己一个切换的 自动会从另外一台去抓数据 之后一台会稍微修复的 人家会看你当机啊 我来看 看完之后把它再重启 数据会回去 然后会搭建出来 还会回来 那这个呢 都是自动画的一种 那还有呢 我要增加多一台 两台三台 数据怎么样来 它会自动去增加在 这个所说的一个集团里头 都是这种自动的 另外一边就是路由 应用呢 如果它要连一台当调 它原来是跟你谈话 但是你当调 它会跳过去嘛 谁来管 以前有原因就要管 就是你 你用自己的方法 现在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动 路由会知道你死掉 它会跳过去 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是一二三台 你们有它beat 你会知道自己的一个状态 有什么事情 你会直接的去广播 广播到这个路由 它会知道你已经变了 你已经不在 人家来了 它就会切换到另外一台 自动的 所以你不管 所以这个都是InnoDB集团里头 要做的事情 看我们今天的一些部署 比如说一些example 我们的一些案例的一般做法是什么样 首先当一个数据中心就是很简单 虽然说很简单的应用 如果你真的很简单就是单台的 HA不管 但是现在关键业务你不要当调 所以要多台 多台在InnoDB集团三台 刚才提过了最小要三台 三台的一个部署 所以单一个数据中心 我们会部署这样 应用也会搭配一些路由 因为路由会指定从哪里去抓数据 所以就给一个所说透明的访问 透明访问 另外一边如果我们所说的两地 两个数据中心 然后我有两个数据 一个数据中心 数据库也会搭配 这一边有数据 那一边也要发送过去 因为有可能是比较远端 远端我们的拖延时间会很长 所以我发送我会用一步复制 复制过去 所以如果另外一边 你看我的网络很好的 好像在旁边的一栋楼 我自己拖拉的一个线过去 所以但是你看物理上它是两栋楼 但是其实它也可以看成为一个 摄影尼的一个数据中心 你就搭配什么一个集权就够了 是吗 在旁边拖一条线 跟在同一个房里面是没关系 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数据中心 我们要看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个集权 如果真的很远了 我们有可能要一步的方法 那这样搭配就是一步复制 可以三台可以五台可以七台 你可以加 因为如果我是五台的时候 可以洗一台洗两台都没事 因为如果我三台我洗一台 我再洗一台你只有一台 你一台就是小树 但是如果有五台呢 一二三四五我洗一台 四台吗 大树 我洗多一台 里头还有三台 三台都是在五台里面的一个大树 他们还会给你提供服务 对吗 使两台都还在 另外呢我们会看到 现在有一些说两地三中心 有吧 听得多吗 两地三中心 这个也是很普遍 所以呢两地 两个北京上海 还是北京深圳北京广州 两个地很远 所以呢我们做这个Data Center呢 要分开 但是呢 有时候我这边如果单一个数据中心呢 很多时候也会管事情就是 单一栋楼会有问题 那可以在同城里头 做一个好像两栋楼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 所以你说就是 所以你说呢就是一个数据中心 在一个城 但是其实两个数据中心 所以呢当一个城市里面 其实有两个数据中心 那你可以看到人家就会搭配 举个例 它有五台的一个集权 五台集权 那五台集权绑起来呢 应该是一二三 一二三 那数据中心一呢 三台两台 那你看到我会一步复制呢 有一个低批料 低批料有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特别搭配出来呢 原因很简单 其实我们不可以看事情一定是always ideal Ideal is never happen Ideal perfect will is never happen OK Your system is always on and never go down This is never happen It has to go down It has to go down Right 所以呢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故障 真的死掉 你会做什么 大部分的大部分人都说 哎呀死掉重启啊再做啊 很快的搞定 很快 那你们有没有试过哎呀很快 之前之后呢就说哎呀之前是什么事啊 哎呀没了重启了什么都没了 看不到了对吗 所以呢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保留 他还在可以做一个所说的root cause analysis 就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来做替代 这个死掉这个马上补过去 那这样还是五台这个 你们可以花时间一天两天去看什么事 对吗 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部署的时候要看 生生师统里头 怎样都有机会 如果是个比较一个所说的一些关键业务 不是看一天的事情 有时候一直出来 哎呀往后两个月要出来了 你没有去真的分析 它为什么会淡掉 每一次都是重启 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呀经常都要重启 天天重启 有没有天天重启 就是为了避免它有时候呢重启就没事了 每天重启它就没事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部署方法吗 不对啊 所以这个也是为了避免以后发生虫 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后背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边异地的有可能是也可以单台还是单集权 另外一个集权 好我们探讨一些 此时在InnoDB集权里头做什么事 那首先此时呢 InnoDB集权有很多搭配的一些参数 什么是搭配的参数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它里面是讲什么 对它来讲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有一个叫Consistency 待会也会详细一点 什么是一个InnoDB的Consistency 数据写到我的 有没有听过 什么数据一字啊 强一字啊 有没有听过 什么来的 什么是强一字 什么是数据一字 嗯 你有没有用过MySQL MySQL MySQL有没有办法做强一字 做不了 为什么做不了 你用的一个就是复制 是半同步还是异步 异步 异步就没办法更 就是半同步都不是 因为它只是拖在这个 放在桌面 是吗 然后后面要查数据的时候 还是查到之前的数据 因为它还在桌面 没写回去 是吗 那MySQL有没有一个长一字呢 好像 写入 然后才回答 反应过来 这个才是所说的一些强一字 这个是从一个 这个方法去看事情呢 是有可能 这个可以做到你的要求 有没有其他方法 也是一个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但是也是强一字 不是你的一个方法呢 我举个例 现在有人写一些东西给我 这个写到我的一个 你是另外一台 所以我发送给你吗 对吗 发送给你 我放在桌面 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还没看 所以你拿数据还没拿到 对吗 对不对 我放在桌面的 对吗 所以刚才说 你的方法是 我要发送的时候 我要给你 然后我这样 它才可以拿到 对吗 现在 我做的一个方法 我是放到这个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写的一个应用 写的应用 是不是快 快一点 因为我不管你做 在还是不在 对吗 应该我是最快的是吗 写的时候最快 还要安全 数据是安全已经离开 对吗 是最好 对我来讲是最好的 那你是应用 你说我要读数据的时候 读得出来要数据一字 有没有办法 我就写 对 是吗 问的时候你去拿着可以了 对吗 是吗 我们实事可以做 我不是真的要 你要读的时候 你跟他说 你看这个 自己抓 然后把他拍过去 Miasco有的 只是我们所说的 consistency里头 more than more than eventual 也会有before and primary failover 等一会 会再谈一些这样子 我们看 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所说的 CAP Theorem CAP Theorem 在data 我们的concurrency availability performance也好 是没办法可以达到 三个一起来都拿到的 没有完美的 不可以三个只有两个 听过吗 你查一下 百度 CAP Theorem 我们没办法 同时间只可以拿到两个好处 同时间 不然你就快 快跟availability 不然就是 你的数据一字 跟快 你就没有availability 不然就availability跟数据一字 但是没办法可以做到performance 好像我要你拿到数据一字的时候 我要给你 慢 对吗 如果是这样子 放下 你要数据一字 对你来讲也是 对你来讲也是慢 但是我们看事情可以是 three dimensional 不是 我们每一次是拿到两次 但是我写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的是performance 也可以拿到是数据已经安全过来了 但是我没有可以拿到你的数据一字 你的数据库一字没拿到 对吗 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时间点 time three dimension的时候 我已经拿到两个了 对你来讲你要拿到两个 你要拿到performance 还要拿到数据一字 你就过去拿 自己用你的时间 这是three dimension去看事情 看到吗 跟时间再拖一个好像不是三维的一个方法去看 对吗 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consistency 那innoDB cluster里头呢 也会有一个所说的IP white list 就是网络呢 要稳定呢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内部网络 跟外面的两边的 所以里头我们会有所说的IP white list 还有local address 就是我本地在后面的interconnect 也会有三个network的一些参数 就是network呢 有可能会当掉 还是我们不稳定 那之后有人要踢出来 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 有三个参数要配置 待会回家 那还有呢就是 如果真的离开了 三台有一台就要离开 离开的应该怎么办 我要还提供服务REIT ONLY呢 还是要给你 还是完全设施单呢 还是我要替你出去 所有链接呢 我贴你出去 还在后面呢 还有admin user super user的可以连 可以看事情 所以我们有其他的一些 好管的事情在后面 我们也会配置一些report host 在MySQL里头有一个report host 有没有听过 你应该是对MySQL比较熟悉了 听起来 对复制也可以谈到 还有没有 谁是用MySQL多的 report host是什么来的 report host在一个参数里头 我们MySQL复制的时候 有可能 我们复制的时候 还是做什么事情 不是这一台里头的一个host name 有可能是proxy server来的代理 在外面 它从另外一边是点某一个proxy server 然后过来 我要给人家知道 我的server DNS里头 你应该连到哪里 有可能是low balance 有可能是什么地方 你连的时候应该连另外一台 然后之后回来 它会自动绑回来 所以report host要给人家 如果真的有一条线连过来的时候 你要连到哪里 之后来report host 这也代表呢 我们有时候因为有两个interface 很多的interface 很多的 刚才已经internal network 有一个interconnect custom network 有一个在外面应用绑过来 两边是两个网卡 对吗 网卡也等于一个host name 你要如果后面要给应用 你会 如果你没有告诉他 有可能他 你连我的一个custom network 他都没办法看到 那就麻烦了 所以在report host 就要定义了 说你如果应用连 你要报一个什么host name出去 你要连哪个 这个report host其实要定的 给一个路由 他会连 不要连这个网络里头的interconnect 要连在外面的一个host name 好 我快一点 那custom network呢 刚才提到有两边 所以呢 这两边呢 如果在我们部署的方法里看一看 部署的方法 我create一个customer 在销里头 我create cluster的时候 我提供呢就是 如果停调有时候 有问题的一个nook的时候呢 你要offline 还有呢 一直呢 就是before on primary failover 待会会讲是什么 那experl timeout 30 那通过什么方法去把 把数据交换呢 SSL 然后也会说 你的IP whitelist在internal network呢 就是什么IP地址 在外面是另外一个 外面呢 另外一个呢 你自己呢是note1 也是192 168的一个56 但是我用一个host name的方法 你提供 那每一台夹 看看这个innoDB集权 我在一个管理上面 我打一句两句三句 我的cluster就绑定了 你看到我的事情吗 三句话我就把innoDB cluster生成出来 很简单 但是当然虽然说简单 也有参数要配置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人家都会什么都没配 默认默认 默认里头不对的 好 那刚才提到 如果我们所说exaction board server 就等于它当掉离开的时候 它就洗掉 好还是不好 不一定是好 洗掉 你回去看这个OS里头 没了 你就要查 很奇怪 你没有远登的方法连接 一定要爬到这个OS操作系统里头 看看很麻烦 也没有马上可以重启 所以我们提供了apport server We only 还是offline 刚才提到数据一致 有一个说 一般我们说就是放到这个桌面上 刚才提到的数据其实写到这个桌面上 如果这一台真的死机 死机的飘了 你真的一个数据还在你的一个所说的桌面上 如果你飘我死掉 飘过去应用马上去拿数据呢 你拿到什么 还没有拿到 所以飘这个所说飘移的事情 应该要等数据回去才开放 所以在数据一致里边 我们看事情就不一定要写 真的要写到它的 再切换 是什么时间最好 用这个时间 我们切换 我们的consistency 就说只要写回去 我们才放 那这个呢就是 before on primary failover 就是我failover的时候 我要把数据写回去才online ok the data has to be written back to the server which has been promoted as primary and then it becomes online o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otherwise the data that the server which has been switched to get outdated data so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数据一致 不会说飘过去数据不一致 不然飘过去数据有可能达错了 对吗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提过了 就是我们是看时间 数据一致怎么样办 我写 我是写在放在你的盆上面 做面相 但是呢 应用你的应用要拿 把你的所说 section the variable the section variable with the replication consistent can turn it to before and the data will be driven from the desk from the edges the queue and then getting back to the server and pass it back to the application so it guaranteed the data is always consistent to everywhere in the group 所以呢你看到 我们提供的是 Flexibility 我们提供的是Flexibility 不单单是 我说Oracle有MAA 听过吗 maximum availability architecture 他们说的 有可能是maximum performance maximum reliability maximum protection 但是我们不单单是 a thing same thing 还有think 我们提供是时间点 什么时间 花在 时间花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这个还会有呢就是 before after before and primary before and after and eventual 我们有五个参数跟不同的要求 如果说你真的要数据一字呢 我可以设置呢 我写的时候一定要写过去给你 这个呢就是是谁是哪一个 你猜 after after 如果你的一个所说的设置呢 是after 就等于写到你的地方才回来 就是数据一字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不建议 因为呢 MySQL的我的server是要用的 你的server也用的 如果我真的要 我会绑定你的一个时间 你会锁住你一个一行 那这很麻烦 所以最好的不用 还有呢 网络可靠性呢 我们说 我再花五分钟 five minutes Yes to go 可靠的一个方法呢 Network reliability呢 我会看到第一个Expel timeout Expel timeout呢 就是心跳啊 很多时候在网络里头 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 塞住啊 没办法通啊 这个交换机 当机啊 机会很小 但是会 是吧 网络塞住呢 那这个呢 怎么办 有五分钟没办法 没数据交换 那死掉 我们的心跳 我给你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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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包呢 你要在五秒钟 five seconds you have to response five seconds you have to response that's the hard bit if you don't response in this five seconds i will kick you out the group will just leave you ok from the cluster 所以呢 在五秒钟这个事情呢 你还没有 response给我呢 我就踢你出去 我就踢你出去 明白吗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在一般情况 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 我有一些客户说 我每一个礼拜 我的一个机器 我的一个集船 都会好像当机一样 因为网络 我一个礼拜 有一天会做备份 这个备份呢 把所有的网络塞掉 他在五秒钟 没办法再排队 在网络里送出去啊 你没办法回答我啊 那就一个切你出去 切你出去 整个网络 整个三台都离开了 明白吗 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 现在 VM 讯息呢 有人会做备份 back up back up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 人家说 VM VM Flozen VM 听过吗 Flozen VM When the VM is frozen everything is stopped memory CPU just stopped you never get any single steps to go so this can pass for 5 seconds for the 5 seconds you never respond to my request I kick you out 是吗 所以这个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备份 还是Flozen VM 我们不会在数据库里头 不管它是一个 Oracle数据库 你都不会做 这个所说 Flozen VM 对吗 但是 为什么MySQL 人家会做这个呢 你听过吗 很多的 都说 Flozen MySQL 然后做备份 他就是看 MySQL备份 就是Flozen 然后做备份就可以了 这个不行了 不应该了 因为 你做一个 所说的一个Flozen 就好像 你把洗机一样 有什么时候 洗机就是 把电源 没有了 然后再插回去 然后重启 这个是什么 Crash Recovery Crash Recovery 问题很大 是吗 重启 如果中间有什么事 你锁 整个数据库都烂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点故障 故障一次再故障 是双故障 你头的数据已经烂 你没办法重启了 所以你Oracle 还是什么 你都不会做这个事情 你一定会用 Outmana其他的方法 MySQL 一样 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好 我们看Expill Time 刚才提的 5秒钟心跳 所以我们有时候 每一个环境都不一样 每一个环境 有可能是1分钟30秒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配置一个Expill Time 有可能加30秒 这样子 真的 你回答我 你的网络比较不稳定 比较不稳定 有可能30秒你才回答我 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这个所说 这个问题出来的一个次数了 所以可以加 这个我说我是主机 有人写数据给我 很多时候洗几的是那一台 那一台 很多时候都是主机写的 对吗 我有问题的时候 我给你踢出去 这个就是说 五秒钟我给你踢出去 这个五秒钟也等于做切换的时间 因为你会等 什么时候我要踢你出去 踢你出去以后 我才可以做 Primary Server Promotion 我才可以选主 我要做Elect OK to elect a new primary I have to kick you out first so the kick out timeout has to be passed which is what we call Expill Timeout so the 5 seconds plus some values which can be 30 seconds and after that 30 seconds we actually establish a new primary 所以这个Expill Timeout 也是很多时候也是选主时间 看到吗 所以这个第一点 还有呢就是rejoin time rejoin 这是auto-rejoin auto-rejoin 是什么 默认值是零 就是呢 我脱离 网络这个network down掉 我就给你踢出去了 Kick you out so what I do is if this is 0 I just I never retry and then connect back but if this is a number this is a number I will try to reconnect to the server and without intervention 所以呢 这个数也应该要配置 一个数 让它有可能 在一个网络中间 我们有什么事情在网络里头 它真的给你踢出去 它可以回来 只自动回来 所以呢 这个每五分钟 它会自动去试一次 所以你设置为12 就是一个小时里面 一次 两次 三次 十二次 如果十二次 它都会回来 是这样子 对吗 auto retry 还有majority timeout majority timeout mooring值是零 就是majority 在三台里头 什么是多数跟小数呢 我要写一个数据 在我本机的时候 我会问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majority agree I will get this to pass and I commit the data if majority I get it but what if the data is coming to me and the network is done at that point I try to ask for majority I never get any response because my network is done my network is done and I cannot get any majority I will hang there forever 我会卡住 在这个时间点 我卡住了 你明白吗 在mooring值是零 卡住 forever 这个值 所以我们有可能要把这个数 要改成为 比如说两分钟 一 to throw 就是两分钟我卡住之后 我就报错误了 那你的应用就会离开了 那这个就好办了 对吗 不然你的应用就拖住了 是吗 所以这三个参数呢 都一般都要设置 才会有一个稳定的 InnoDB集团 明白吗 好 那InnoDB也会有一些 身心的一些方法 clone做这个可能的一个方法 在里头呢 它会把悲愤这个重新配置都有了 也会提到那些复制的一些配置呢 很多时候我放在这边 我pass给你 你用什么方法去写回去 还是单线程的 single thread去写 还是多线程的 multi thread 要设置的 这个用什么方法 在replication上面 可以在performance上面 可以多线程去写 这个也是这个方法 好 看到路由 路由的设置呢 我们会看到 它也是一个好像代理一样 我们要看会不会默认值够不够 connection errors 还有写的一些日志的时候 写在哪里 写在一些syslog里头 还是在windows的平台的时候 用它的自带的一些eventlog 这个也是我们看的一个方法 还有就是所说的广播 notification通知呢 有什么在后台的一些改变 要通知路由 它会开一个listener 来听 有没有改 有改 我就不等到有人去 真的问的时候 你洗掉了 我才在做 就好像翻来不去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也是在路由里头 可以设置的东西了 另外就是 现在我们有时候用的一些应用 是在手指头 在我们的移动词盘 这个flash disk 我们flash disk 很多时候是fat来的 跑不起的 你的应用搭配这个路由 如果你只是插这个 就是把你的应用放在里头 路由也在里面 你跑不起来的 因为他会看 fat没有security 他一定是public access 但是他会报错的 他会报错的 我告诉你 他会检查 因为里头有一些key 他一定要看 只有你自己的owner才可以读 但是他一查 fat 他会说 所有人都可以读 他就不给你开的 所以小心 Lot Analytics 好 那其实 今天我的部分呢 就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疑问 太快了 讲的 too fast isn't it 好 那首先 物理像呢 你看到 the cluster 我说有三台 对吗 有三台 如果有一个数据要写的时候 要写 写在我的地方 另外两台要写吗 一定要写 对吗 要写 每一台其实都要写 对吗 我pass给你不等于你没写 你马上都要写 很快也要写 我只是放在那里马上 只是应用 跟你要写的一个部分呢 是 嗯 没有延时的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 所以 在写的时候 我写在哪里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你写一台就够了 写一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读了 我读的时候 从我的池盘 就抓出去给你 读从你的 所以在读了 在扩展的时候 一台不够 三台 四台 五台 加起来就够了 对吗 读的时候 对吗 那写呢 读有没有 读的时候 你加到几台就没事 对吗 写呢 写的时候 其实你加一台有没有帮助 应该没有 因为一台他也有写 是吗 我已经写 爆了 爆了 够了 加多一台我都是爆 我都要写 对吗 所以 怎么样处理 有没有 好的建议 写已经爆了 没了 The light is gone OK How do we scale up the light 很多时候我们说 有没有分枯分表 听过吗 分枯分表 就是说 我写的时候写我一份 我们的三台一组 你们三台另外一组 第一个分枯分表 深圳的人写到我的一区 北京的写在另外一区 所以写的时候 他写的是我三台 深圳写一边 北京写一边 对吗 就是这样子 之后可以拆开了 应用应用 其实很多时候 你又看源头 我们有一个心 就是说想什么都是自动 所说的自动就是你不管 你不管 但是其实 要做一个所说最大的 concurrency to make it the best performance for concurrent access the best ways to do it is from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is the root which is the driving way from the application you know how to split it in the beginning nobody actually in the middle know how you split in the middle how you split ok nobody knows 是吗 中间没人知道的 其实中间如果有人跟你说 我自己判断 路由去判断 路由就是一个瓶颈 很多时候就是中间 他要把所有 我打开看看是 我打开看看 他其实也是瓶颈 还有每个scenario场景都不一样 刚才看的一些北京 深圳 这个只是一类 很多如果人家一讲出来 每个都不一样的 有时候因为这个拆分的时候 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他没办法做的 然后这个手术的逻辑呢 就是瓶颈的一个大部分 就是在这个 还有问题 最后就是他 然后他又要做 好像自己也是一个数据库 然后你的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最好就是源头 你一开 应该怎么样去做连接的时候 已经拆分 然后这个其实很多人 都现在也是这样做 不然如果你谈讯 百度 他们做的事情 都是一开头已经拆分 不然怎么样去我们整个 大宋华还是全世界 那么多的一个 We check 支付能力 可以做得到 是吗 就是这样子 好吧 有没有其他问题 哪个 尝一次 测试 怎么样可以看得到 这个真的尝一支 你知道对吗 我举个例 我通常常一支 怎么样可以 可以测试出来 看 用一个锁的方法 We can use the lock table 去看 是不是常一支 举个例 我要写的时候 我一定要写到 最后写到表里头 如果解释是常一支呢 你的表是锁住呢 我没办法写 我的应用就会拖住 所以呢 我测试的方法 测试强一支呢 有一个表 table1 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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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 这一支 这支 不知 这支 你把这支 不知 server will be hanged You get this? 你说测试是这样的测试吗 是这样的测试吗 什么变 你说测试吗 你要知道有没有做得到 达到这个长一字吗 这个就是一定表达出来 应用实时的方法就是一定长一字 你明白吗 因为我没办法写到这个表里头 因为物理像可以看到它已经给锁了 我没办法写回去 所以我的应用就拖住了 对吗 如果你unlock 一个马上放出来 就可以做得到 它就放出去一看 它就已经跑了 那就看到 诶长一字了 也可以看到 马上 你把这个 所以呢 你长一字不好 因为有人会在另外一边是用 如果你说Oracle 他们用Dedgar 长一字 没用的 人家都不用的 另外两台 三台的 Dedgar 另外两台是使用的 所以它不会锁住的 但是MySQL 每一台都用的 很多时候都锁住的 你select一个 如果一个大树要查出来 还会拖住有可能几秒钟 你那边的一个数据查 写数据的时候 锁住几秒钟 不好的 对吗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还是建议是不要长一字 但是要长一字不等于要写的时候长一字 可以读的时候读到最新的数据就可以了 对吗 before吗 先before所以我写出来 然后你可以 如果你要是说 有没有办法可以好像 刚才用什么方法可以真的看出来感受到 怎么样 首先我pass过来的时候 我放在你的一个桌面上 里头写回去 是有一个所说的线程 叫MySQL里头有一个 就是SQL thread SQL thread SQL thread 我可以把这个SQL thread 停掉 停掉 什么是停 我可以停 把它要写回去的一个 thread 停掉 所以呢 你读的时候 它知道这边还有数据 但是这个没有写 那你真的要读得出来 说读 它会卡住的 然后你明白 它会卡住 因为还没写回去 它会卡住 然后你在另外一边 把它放开 它写回去 它的SQL跑出来了 都没有卡住 是吗 好吧 时间差不多 我下一个好不好